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潮州必度西湖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沒有聽過沒關係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西湖沒什麼特別 就像一般的公園一樣 有湖有水 最重要這裡有個鹹壁樓 這個鹹壁樓就威水了 曾經是周恩來總理來辦公的地方 去到潮州就肯定少不了果條 就在西湖旁邊有個鎮技露味油雜 傳聞說最有名的舖 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營業時間 是晚上6點半就關門 在廣州6點半不是最往的吃飯時間嗎 吹水還吹水 這裡的份量一看就馬上開胃了 還有非常新鮮的牛雜 剛滑通透的果條 還有濃濃的湯底 真是正 在潮州除了牛肉那條之外 還有一樣罐那條出名的 就是這一間 在門口就已經看到停滿了車 新鮮的食材全部放出來 你看客人吃得多開心 從老闆的眼神入面 可以告訴我們 他閉上眼都可以做到 每一份的罐那條都有配湯 而罐那條上面的醬是花生醬和沙茶醬 攪拌均勻就可以吃了 不過不想吃那條的朋友 都可以點麵 我個人就不推薦麵 吃完口缸記得還有湯 吃完口缸 今期時間差不多 下期再見 拜拜